从表面上理解就是少年帮派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一群少年他们凑在一些很活泼向上的一样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更多象征的就是 每个人他们年少都会有的那么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和家长和朋友之类的 优点就是他一旦找到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理想之后他会去很努力的去做 缺点就是因为从小比较缺少关爱 他可能有点虚荣心 然后有点喜欢炫耀 其实我觉得我的整个学生时期还是蛮快乐的 最大的苦恼就是不想写作业 然后每次一作业发下来就很痛苦 然后不想考试 也不想发成绩 比较快乐的就是放假了 叛逆 上课看帮话什么 偷吃零食这些算不算 也算了 对 要是这些不算的话就没有了 我觉得学习就很难 就是人一定是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一定要不断的去充实自己 而且加上你高考考得好的话 你工作可能也找得好一点吧 你工作可能也找得好一点吧 一句就够了是吧 对 你可以说很多 我可以说很多 可以吗 随时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玉文 《少年派》这个电视剧一定是我看过最好看的电视剧 名人不说暗话一定要看 安排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玉文 请大家一定要看《少年派》 这部电视剧是我看过最好看的电视剧 名人不说暗话一定要看 安排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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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